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主持移民顧問 今個星期的Investory News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Dual Intent 以及最近加拿大移民局如何更新了他們的Operation Manual 和你們更新了 Dual Intent就是移民法律的Session 22 第二就是允許移民傾向 俗稱移民傾向 移民官不可以因為有其他program 令到學生簽證的擁有者 或者工作簽證擁有者 可以申請永有居民 而是不給學生簽證或者work permit Session 22 不是因為有其他program available 例如舉例我們香港resident的Stream A或B 現在有特別的policy 就是令到他們讀書或者工作完了之後 就可以申請永有居民 而移民官不可以因為有這個program 存在而不批學生簽證和工作簽證給申請者 這個叫做Dual Intent 最近Ircc就更新了他們的operations manual 就是移民傾向找他們的 因為加拿大很多immigration program 都有這個工作或者讀書之後 可以申請運到居民 香港的residents 剛剛說過有public policy 是幫助他們 直至到2026年的8月31日 當移民官審批那個work permit 或study permit 我們重稱為temporary resident 男士居留證的時候 他是看五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申請者有沒有 比如他學生簽證 是means of support 有什麼方法令到他可以留在加拿大生活 不會用加拿大政府的社會福利 第二就是 他留在加拿大的目的是什麼 Stream A就是讀書 Stream B就是做事 第三樣東西就是 提供的document是不是真實 例如Stream A 是不是有個真實的letter of acceptance 從這家學校 就是第四樣東西 看看有沒有以前 過往有沒有違反移民法律 是overstay 或者沒有授權之下去工作 第二樣東西就是ties to香港 如果你想知道詳情 想聽回我們上個星期的 Immigration News 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ties to香港可能是你的資產 或者你的物業 或者Mortgage Payment 或者你現有的僱主寫封信給你說 你要回來做事的 或者Job Offer等你讀完書就可以工作了 以上等等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詳情 關於這個Dual Intent 關於你自己的情況 請你去PM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